欢迎收看缤分娱乐秀 我是小宇 很高兴能够和您在这里见面 我们会每天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今日有广电特批的建党百年线礼剧 理想着中国再次掀起了日益话题 尤其是主题曲官宣之后 不少的网友都对这强大的嘉宾阵容感到震撼 王源 王正亮 娜英 欲可为 周深 周比唱 黄明浩 韩磊 赖美云 魏寻 朗朗 毫不夸张的说 这份演唱嘉宾名单足以是很早大半个花月谈了 基本上被Q到的都是当红 且拥有超强实力wocal戏 再加上钢琴家朗朗的助阵 整个阵容是豪华至极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年龄最小的王源已经成为了团宠 作为新生代享有圣誉 并且不断进步成为支柱的wocal 王源这几年发展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从《我是唱作人》到《我们的歌》 他始终坚定着音乐的步伐 甚至为了能够去到伯克利音乐学院 王源放弃了国内多家名牌大学的邀请 坚持在追梦的这条路上前行 不得不说 以流量出身却能够拥有到如此大的路人盘 以至于从全网黑变成了如今的全网棚 王源确实是年轻一辈传奇性的歌手 他具备值得同行借鉴的各种亮点 如今王源加盟理想招摇中国主题曲的演唱阵容 和多位贤辈一同合作 相信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历练的机会 此番过后 王源将再次会成为歌坛热门人物 无论正能量的标签还是红色的头衔 都会助其日后发展 以臂之力 新时代大门已经被推开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主题曲演唱嘉宾当中 周深和那英的名字也成为了锐益焦点 众所周知 当年周深参加中国好声音比赛的时候 就是那英战队的学员 只可惜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 甚至还被认为是路窄的歌手 如今时隔多年 周深已经站上了新生代的顶端 成为了足以抗衡前辈的超级Vocal 而随之飙升的还有身价以及咖位 可能那英自己也没有想到 再次跟周深合作竟然会是在这种场合 而且还颇有点平起平坐的味道 或许这就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最好印证吧 当所有人都不看好周深的时候 他依然坚持着自己对音乐的热爱 等实际一到便扶摇直上 大了 关于周深和那英的关系 其实也没有外界猜测的那么离谱 周深本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 表示过对于那英的感谢 所以当年周深在中国好声音被淘汰 确实是让人遗憾 但并不意味着那英真的周深 只能说那英的眼光确实差了点 但是以当时的情况来说 也是可以理解的 周深距离成熟期还有一段时间 被其他选手比了下去 很正常 这一点希望粉丝们能够有所理解 最后非常期待 这次线里剧《理想招要中国》的播出 相信在这么多顶级唱将联手的主题曲加持之下 会有更好的破圈效果和示范作用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